就这样 未经方家嫡之的倡议 方家族人竟然聚集起来 表决通过了将方一山一房 逐出宗族的决定 再由族中两位辈分最高的族佬出面 向方太太转达了族人们的意见 这时候 就算是方太太反对 出族之事也已成定局 方太太刚刚打点好官府 将方四太太母子四人收拾回来 就得了这样的消息 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一边打发家人 将情绪挤进崩溃的方四太太等人 送去了城外庄子上安置 一边去打听公益是怎么回事 彻一打听 便把方慧珠给打听出来 方太太一想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顿时勃然大怒 冲着女儿发了一顿火 并且严明 即使方一山被逐出宗族 方慧珠不用再服司马 她也不会答应将女儿 嫁到丘家去的 为了表明她的决心 她立刻让方三爷写了退婚书 送到眉山伯府去 方慧珠文言如遭雷击 可无论她如何解释自己的举动 仍旧遭到了母亲的禁足 她每天都在房间里痛哭呐喊 抗议着母亲的无情 方太太却铁了心 绝不肯改变主意 好几天都阴沉着脸 方仁珠每天身处这样的环境 心情自然也糟糕极了 赵秀听得直叹气 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连忙问道 你母亲退了婚 那眉山伯府有什么反应 方仁珠的眼圈又红了一下 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开口说话 似乎十分的难以启齿 嗯 他们不答应 她家老夫人还派人过来 烧了个口信说 说我姐姐曾经私下约了 她家二公子会面 还 还将随身的玉佩与金钗 送给了她家二公子 做定情信物 说是痴情不改 此生 非君不嫁 让她 等她的好消息 丘家老夫人一次威胁 说我母亲若是退婚 那她就要把这件事 宣扬出去 让我姐姐日后无法见人 赵秀听得震惊了 这是烦要你姐姐一口了 明明是秋会友约方慧珠出去的 怎么就成了方慧珠主动约的人 还有那些情话是怎么回事 方仁珠眼中饱含愤恨与羞愧 点了点头 我母亲听了这话 当场就晕了过去 秋家的人却不当一回事 说完话就走了 等我母亲醒过来 叫了姐姐来把事情问清楚 才知道了真相 可是太晚了 我姐姐的金钗 是见面时 她趁我姐姐不被摸走的 随身玉佩 明明是给了堂兄弟的 却被秋会友花银子买了去 反过来威胁我家答应亲事 若是秋老夫人 当真将事情传扬开去 有了玉佩与金钗做证物 许多人都认得 那是我姐姐的私物 我姐姐的规御 必定就此毁于一旦 别说另寻亲事嫁人 只怕会被族人们 直接送进安堂里去 别说方慧珠了 就连方仁珠都要受影响 同胞姐妹 姐姐的品行有污 妹妹怎么可能不受人质疑 方仁珠已经跟上穷订婚了 上家是书香名门 上太傅更是德高望重 这样的人家 对于未来媳妇的品行 要求一定很高 若是方仁珠归欲受了影响 她跟上穷的婚事 只怕也要生变 赵秀一想就明白了 心里也跟着气氛起来 我早就知道 丘家不靠谱 他们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那令堂打算怎么办 还有你姐姐 到了这一步 她该不会仍然觉得 眉山伯府是个好归宿吧 方仁珠听了 又是一阵悲从中来 不知道邱惠友是怎么哄骗方慧珠的 方慧珠竟然认为邱家的做法 只是要促成婚事 阻止她母亲犯糊涂做错事的非常手段 她还反过来劝说母亲 求方太太答应了婚事 邱家就不会把事情宣扬出去了 方家有了眉山伯府这门殷亲 脸上也有光 反正如今她不用再手脏 在七月初九出嫁也没什么问题 方太太为此都快气得病倒了 方锦奇与方仁珠这对兄妹 一直守在她身边好言相劝 才劝得她稍稍地振作 她对长女是真的死心了 指命人将准备好的一切婚礼用品都预备妥当 缺的东西就拿些普通货色补上 等到婚期前一天排取邱家 然后等七月初九将这个女儿嫁出去 她从此就不再操心了 她也打算按照原计划 过了中元节后就带着儿子和小女儿 再叫上小梳子 一行人齐齐坐船南下 去几宁与丈夫会合 至于长女方慧珠嫁去眉山伯府后 会过得如何 那就全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在那之前 禁族的命令仍在继续 方太太绝不希望长女做下错事传遍全族 所以封锁消息 也不让方慧珠接触外界 如今族人们还以为 方太太是为了公益之事 迁怒长女呢 还有不少人上门劝说她消气 她只是淡淡的 一副我教训自己女儿 你管不着的模样 那些人也不好意思劝得太多 赵秀听得唏嘘不已 眉山伯府宁可用这样的手段威胁 让姻亲间的关系跌到谷底 也要将方慧珠娶进门做媳妇 也不知是图什么 方家为了儿女的名声 不得不做出了账簿 让方秋两家的婚礼继续如期进行 这样的结果也不知是好还是坏 不过赵秀一向觉得 不作就不会死 既然方慧珠一意孤行 那就让她称心如意好了 将来是享福还是碰壁 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赵秀还劝方人珠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再过几天就是您姐姐出阁的日子 等她嫁出去了 你也不必再为她操心 今后如何 还要看她自己的本事 你是妹妹 总不能为她担忧一辈子吧 方忍珠含泪说道 话虽如此 但秋家如此的专横无礼 姐姐嫁过去 能用什么好日子过 无论她如何的猜忌我 终究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姐 我怎么忍心看着她受苦 唉 将来怎么样都好 至少现在 是她自己选择要嫁给秋慧友的 令堂和你觉得是为了她好 不让她嫁 她反而还要怨恨你们呢 反正只要你们方家有出息 只要你父兄争气 秋家再如何也不敢欺她太过 我觉得她处境还是安全的 一时问宝也不成问题 顶多是规矩严些 婆婆太婆婆刻薄些 丈夫出了远门 她独守在家辛苦一点 但仅欲欲食 养尊处优 已经比很多女子要幸福了 过得几年 夫妻团聚 她还能坐上告命夫人 想必她应该很为此骄傲吧 只要她有足够的粗命 早日在婆家站稳脚跟 将来又怎会吃苦 你们所认为的苦头 大概对她来说都不值一提吧 方仁忠默默收了泪 你说得对 她劝说母亲答应时 总是一再提那个告命的事 姐姐心气极高 众荣耀胜过一切 她与我不一样 想法自然也就不同 哎 罢了 事已至此 再操心又还有什么用 姐姐的婚事已成定局 她也坚信自己过门后 会得到婆家人的喜欢 我有何必一再地泼她冷水呢 她面带感激地 对赵秀说道 少姐姐 多谢你的开解 这些天我把事情埋在心底 早就想要向人倾诉的 却不知该找谁去 跟母亲和哥哥说 只会让他们更加的心烦意躁 跟姐姐说 她是断然听不进去的 而三叔 她这几日天天都在骂姐姐 不知骂了多少回 今日见了姐姐 我才能放心说出心里话 我如今觉得好多了 赵秀握住她的手 好了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人的 现在就让我们忘了那些不愉快的事吧 你不是说 想去我们家的书馆看一看吗 我都安排好了 吃过午饭就出发 如何 赵秀与帮人猪 骑骑坐着马车 来到了已经改建为明知书馆的古楼小宅 几个月过去 小宅已经变了模样 东西两林的宅子并进来 构建成了一座占地不小的书馆 正门仍然开在赵家小宅前门的位置 东月的门已经封了 到时西院留了个小门 供工作人员出入 书馆已然改建完成 藏书也都整理好了 只等两日后 及时一到便要开馆 原本散布在馆中的工匠 全都离开了 就连几个雇来做事的读书人 也因为没什么要紧事可做 暂时放了架 只剩三五赵家男女仆妇 在此看房子 打扫房舍 赵秀事先给他们传过信 因此有人早早地候在门前 见有建南侯府的马车过来 就打开大门迎接 又知道今日来的是女眷 男仆们都避开了 只留下两个婆子时候 赵秀与方仁珠先后下了马车 走进馆内 赵秀事先来过 因此知道馆中情形 便给方仁珠做介绍 前院这里是茶室 也是休息间 前来看书的学子 若是看书看累了 就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 结交同道友人 这里也会提供茶水知识 不过分量不多就是了 那边的小屋 则是卖笔墨纸燕的小店 有不少是男货 也有本地出品的 若是哪位学问大家愿意 还可以把自己的大作 拿去书坊印刷 然后挂在这里寄买 方仁珠一路看过去 倒也觉得新鲜 只是他对这些 并不太感兴趣 他的注意力 放在院墙上的八个大字上 忠信 宽厚 爱人 尊贤 他若有所思 进门时 我看见影币上有明之二字 还以为那仅仅是书馆之名 如今看来 那两个字 其实跟这八个字是一体的吧 明之而忠信 宽厚 而爱人 尊贤重事 约从礼衡 这是史记里的话 呵呵 我就知道你能认出来 仙父表字明之 我们以仙父的表字 为书馆的命名 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先父 另一方面 也是觉得这两个字极好 战国四君子 正因为有这样的美德与才能 才会备受世人赞颂 这不正是读书人们 应该有的品德吗 方仁珠微笑着点头 嗯 说得真好 正是如此 接着他又去看院子角落里的石碑 上头的碑文正是广平王的文章 记载着赵家当年运河上那场悲剧的始末 也介绍了现任剑男侯赵伟建立书馆 纪念王父王母的初衷 广平王虽目不能视 文笔却非常好 只要是有点墨水的人都会看得出来 他有多么优秀的才华 不管他身份有多尊贵 在才学上是无人可以否认的 提到他如今的残缺 很多读书人都深感惋惜 至少 曾经看过这篇碑文的人 无论是赵伟结交的那些学问大家 书香名门子弟 还是受雇前来做小工的寒门学子 都有着同样的想法 看过碑文 赵秀与方仁珠两人又进了二门 二门内的正房正间供着孔子像 两边各有一幅条帘 顶上挂着皇帝御赐的牌匾 下头的供桌上摆了鲜花与香炉 其实这里赵伟与赵秀兄妹 本来是打算供奉祖父与父母的牌位的 但后来尚穷私下给赵伟提了个醒 他便发现这样有些不妥 无论他们兄妹对自己的父母有多么的尊崇 将父母牌位供奉在书馆正堂 都容易引起势林的非议 觉得把他们的父母抬得太高了 倘若有人故意挑刺 造谣说赵伟是想天下学子 都冲着他的父母磕头跪拜 那赵家岂不是成了众事之地 供奉孔圣人的画像是最保险的做法 他们兄妹就在正堂后面 隔出一个小间来 供奉了自己祖父与父母的灵位 有心的学子可以进去上个香 没心的人就当不知道好了 赵卓夫妻本来也不稀罕这点香火 正房三间 东西屋连着耳房都已经被打通了 全都摆上了长桌与条凳 这里是供读书人们抄书用的地方 为了采光 工匠们还在后墙上开了几个窗户 两边加起来 最大限度上可以挤下八十个人 勉强够用了 这间书馆本来就不是大型的图书馆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赵秀又带着方人珠去了东西厢房 以及后院的几间大屋 屋里全都摆满了书 这里是镇馆 收藏的都是四书五经相关类别的书籍 各种版本的典籍与解析应有尽有 有一些还是从来没向外界展示过的名家私藏心得 相当的珍贵 方人珠转了一圈 就恨不得把自己定在这里 一步也不肯离开 那本书我没看过 只听人提起 去说对春秋的解析非常的独到 真想看一看 赵秀指的拉住他 那本我有手抄本 回去我就借给你 过了一会儿 方人珠又说 还有那本 是住家的私藏 贾兄早就想要接来看一看 可惜总被旁人抢了些 没想到你这里居然也有 赵秀无奈地说 这个我祖母也有一本 回去我帮你问一问好了 要是他老人家愿意 借给你几天 让你回去抄写一份 想来也无妨 方人珠欢天喜地地道了些 这才依依不舍地跟着他离开了 他们又转去了东莞 东莞收藏的书本基本是两类 一类是诸字百家 主要是张氏的藏书 在一心靠科举的读书人眼中 可能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但赵秀还是立主将他们加入进来 另一类则是名家文集 除了一部分是前朝的作者 其他大部分是本朝高官学者们曾经做过的文章 诗词等等 甚至还有他们当年应试时的文章 很多高官学者未必愿意将珍贵的藏书捐出来 但如果说让他们拿出自己的文稿 十个人里有九个人会愿意 剩下的一个人自己会谦虚婉拒 然后由身边的亲友帮忙拿出稿件来 既达成了目的 又得了低调的美名 这毕竟是难得的扬名机会 尤其是高官们 他们并非以文才受人敬仰 也很想在士林中耍上一把存在感 而对于一般的读书人来讲 这些文集也许是最有用的东西 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考官的喜好 还有范文做参照 哪里去寻这么好的参考资料去 赵秀觉得 东莞里的藏书 也许才是明知书馆里最吸引人的东西 方仁珠对东莞的文集兴趣缺缺 只看中了两本没见过的诗集 正好两本的作者 都将诗集送到前院的小店寄买 他就顺手买了两本回去 至于诸子百家 他也有兴趣 但这种东西并非只有明知书馆有 方家也有不少藏书 然后他们穿过阅动门来到了西馆 赵秀一进西馆 就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他因为要带方仁珠过来参观 所以事先打过招呼 今日雇员们都放假了 除了门房和后院的 有几个粗实的仆仪 馆中基本只留了两个婆子侍候 保证他们两人在参观过程中 不会碰上任何闲杂人等 可是吸管里是怎么回事 一眼看过去明明没有人 但给人一种有人的感觉 这次使用车子供应该最后 就会参观过程中 如果我们能带手 如果我们能带手 再加上车子供应该最后 就会参观过程中